昨天關燈日 大家都響應這個節能減碳 不過在新竹的竹北市 可能蕭里希附近的居民都要喊說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乾淨的水源 國民黨的全國縣市首長會議23號 在這個新竹縣竹北市來舉行 而總統馬英九也親自到場了 而對於這個延宕十多年的蕭里希爭議 也再度的浮上檯面 有數十名自救會成員來到場外 拉布條陳情 希望馬總統能夠給他們承諾 讓他們有乾淨的水源可以使用 馬總統給承諾 馬總統選承諾 馬總統給承諾 國民黨成國縣市首長會議23日 在新竹縣竹北市舉行 總統馬英九也親自到場 而延宕十多年的蕭里希爭議 始終未能解決 還我親近蕭里希自救會成員也到場外 要求馬總統當場給予承諾 在民國104年前 讓華映友達的廢水不再排入蕭里希 我們這裡好幾萬人喝的水被污染 好幾萬的農田 這個被污染 馬總統 我們的事情難道沒有 無保存那麼重要嗎 我們要什麼呢 今天 本來答應我們明年 前年的十月就會改排 本來答應我們排到去年三月 到現在一直跳跳 現在又跟我們講 會全回收 我們不知道誰是污染下票 但是我們要求 盡量官方組已經有跟我們下票的紀錄 我們希望總統 能夠親自的給我們一個承諾 新竹縣新埔證明多年來 飽受毒廢水之苦 盼望能一次解決廢水問題 讓飲用和灌溉用水能恢復乾淨 聯合報莊明靜新竹報道